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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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洪爆網絡的尖東忌廉歌 紅得出書出精品 还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要一倒他的风采 其实 如此受欢迎的忌廉歌 背後原來是有一個悲慘的故事 我們不見了一隻貓 別人讓我們覺得 他和他家裡的貓 在他家裡被其他貓欺負 那就不如給我們 直到出這本書 才會再問回他 才知道他的身世 這個身世 我們問回他之後 他本身是一個在朋友的繁殖 我問他在哪裏繁殖場 他說不是,是私人的 他說很骯髒的 在這四五百尺的樓裡 一間房裡有六七十隻貓 他本身是繁殖一對男貓 我們看到的好像叫灰貓 他們叫男貓 在大約五六年前 他這隻貓應該都很貴 我想應該要一萬多二萬元 現在這些貓 你現在在普通寵物店買 小孩子兩三個月大 他都要66,600 那時候他繁殖出來 其中一隻就是忌廉仔 他不是藍色的 是忌廉仔 所以他就改了名叫忌廉仔 就是不值錢的 最不值錢的那隻 然後養到他大 沒有人要 越來越大 他就不如便宜些 賣給你了 他就很便宜地賣回家 而政府在去年年尾 就建議修訂公眾衛生 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 第139B章進行諮詢 修例目的就是要加強規管寵物買賣 打擊私人販殖 但今次建議修訂只是涉及狗隻 而且更加建立一個發牌制度 牌照將會分為四類 分別是 不自養母狗作繁殖用途 但受賣來自認可來源的狗隻 和其他動物 自養四隻或以下的母狗作繁殖用途 並且出售母狗和他的後代 自養五隻或以上的母狗作繁殖用途 並且出售母狗以及他的後代 和其他動物 出售自己的寵物狗隻 那麼這個發牌制度 會不會將現在叫做豁免的私人繁殖合法化呢 民主黨的看法 我們其實都覺得應該是監管 現在這個動物的繁殖業 但是我們對於要立法的規管 會不會變相造成助長了這個動物的繁殖業 我們是有憂慮的 我們都和很多關注動物權益的團體接觸過 他們都有一種這樣的掙扎 就是覺得完全沒有規管 是現在放任的造成很多虐待動物的情況 所以他們都希望有些規管 但就不希望這個規管 變相轉個彎變成助長了這個動物繁殖業 所以最終目標 其實就是要有秩序地取締這個動物繁殖業 而不是繼續助長和令它助大 而早前支持修例的民建聯 可能見到近期多了團體反對 所以都只是說未談 但是民建聯的立場是怎樣 我們未談 它現在是將139B 如果違反的時候 那個懲罰會加重 這個我們絕對贊成 私人繁殖那裏 它是有規管好過無規管 不過如果按照現在政府的一個修訂 我們聽到很多動物團體和我們說 可能會出現一戶一戶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擔心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政府想一下有沒有什麼辦法 是可以令到這個情況可以避免發生 另外一件事我們都擔心 就是如果它現在開始進行立法的時候 在這段空間空隙的時候 會不會有大量在繁殖場的狗隻被避棄 這個我們也是關注 如果你說一旦這樣的時候 會有很多繁殖被人交配的動物被避棄 那你們就很受苦 沒有了是不是 OK好 怎樣的數量都不及將來 因為你這樣去發牌 而製造更多機會 製造更大的數量的動物去受苦 這些是虛假的邏輯來的 一旦我們能夠成功這樣 為這幫寵物繁殖者去發牌 以後他們就拿著一個牌照 合法地不斷地用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規模不同的方法 成為一個很大的風氣的時候 那怎麼回頭呢 而政府餘護處代表在1月30日 約見了動物組織 對有關條例進行諮詢簡報 但是政府無意接納多個團體之前提出的意見 最後團體離場抗議 我覺得整個感覺很荒謬 首先原則性的事情都未解決 一去就去到營業守則 那是不是就是 要求我們接受他們的原則性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一定要保障到繁殖者的生存 而不是從動物的福利去出發的呢 第二就是他們的營業守則 全部都是指引性的事情 希望繁殖商會這樣做 建議他這樣做 但如果他不這樣做 其實是沒辦法的 剛才徐秀醫自己也回答了 如果有私人繁殖商是維棄動物的話 又是給民間團體把他做靈養斬堂 那究竟跟現在有什麼分別呢 我根本就看不到他所謂的修訂跟現在有什麼分別 我們覺得根本處方是毫無誠意 想真意 喜愛 願意來收藥 實行 用你的一生 無人 有種旅行 寶貝 也出現 每一個人都要吃 就這樣做